大家好,我是小杜 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战争实力称潜在状态 一旦战争爆发,则战争潜力会通过动员迅速转化为现实的战争力量 这种可直接作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力量 及其动员过程,就是国防战争潜力 通过研究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 可以很快了解这个国家能打什么仗、想打什么仗、什么仗可以打赢 根据俄罗斯媒体分析报道称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战争潜力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不仅拥有高达近14亿的庞大人口 还同时拥有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工业能力和国防预算 一旦需要,中国可以入伍从军的青年有相当于半个欧洲那么多 仅此一条就可以让世人瞩目 那么假如有一天我们面对战争 中国战争潜力会有多大呢 大家都知道衡量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 只要包括人口基数、地域面积、资源储备、工业水平、科技发展和精神力量等等 中国军事专家雷泽先生曾经认为 动员潜力大小相当程度决定着战争结局 大规模全面战争更是无次 因为战争初期的优势力量 并不能保证战争全局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在战争初期就把全部力量投入战场 几近交战,双方兵力和物力很快消耗殆尽 直到半年后双方都苦于动员潜力匮乏 无法发力一举取胜 而中国的战争潜力首先就强在中国广阔领土 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纵深 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 可以支撑起任何形式的消耗战 任何国家想与中国发生长时间战争 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的 目前世界上以车辆工业、钢铁、造船业为主要的500种工业品中 有近一半的世界第一产量在中国 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能力 工业增加值早在2015年 已经达到美国和日本之河 这是俄罗斯在苏联时代也做不到的壮举 同时中国还拥有着无法撼动的大战略纵深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兹卡尔 在其著作《战争论》中曾说过 只要武器装备没有过大的代差 那么大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当年瑞典的查理大帝 法国的拿破仑 德国的希特勒 都曾横扫过整个欧洲战场 但最后的结果几乎都一样 而中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 经历了多个大大小小的战争 但终究傲然毅力 感谢收看陆军舞 下期见